怎麼會這樣? 難道真的去了加拿大? 會不會報個局來騙我們? 我們到處看看有沒有甚麼破綻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娘 所有細緣都收拾了 雪櫃是空的 暖水戶的水都是冷冰冰的 看來不像騙我們了 表面證據成立 不, 還是找個目擊證人 再盤問一下才行 梁老先生和梁老太太 我還以為有賊進了屋子 對了, 王叔, 我們的兒子去哪裡? 梁先生昨天搭飛機去加拿大 他們去了移民, 你們不知道嗎? 真的搭飛機 真的?我親眼看見他 玩得又大機子又小機子出去 你們兩個人這麼沒人性 扔下兒子不理會了 以後我們不用再玩金屋床了 謝謝, 王叔 怎麼樣... 天地雙英真是來我們家 幸好我們很棒 合地旺式做台好戲, 搞定了 當然做了, 這麼好賺, 一簽一場的 只要跟你弟弟早日填罪 給多錢也要花的 其實你們合同我女兒應外合 打開門抱走個嬰兒就行了 怎麼搞得這件事這麼複雜 繞這麼大的圈子呢 你還好說 一開始你就不應該收留他們 就算我不收留他們 也有其他人收留他們的 況且那兩個人對我威逼利誘 我不敢得罪他們 最多我將功贖罪 幫你們偷回那個嬰兒 所以你不了解阿嘉的性格 你偷回那個嬰兒 他一定會搞得你家無寧日 要他心甘情願把那個嬰兒交出來 那兩個人這麼喜歡那個嬰兒 讓他們心甘情願把那個嬰兒交出來 我有時候沒教好份了 你們不用擔心 他們兩個年紀這麼大 那個嬰兒很快出去 拙乾了他們的精力 本來還以為Apple走了 沒有人照顧寶寶 想不到現在還有一個 Oranze和Banana 拿著照顧小弟 還笑爺爺和媽媽 今天也好, 昨天不用照顧寶寶 睡得挺舒服的 是啊, 我很久沒試過 一覺睡到大天亮了 是啊, 我們今晚還可以睡這個酒店 老婆, 我們還可以衝到這個蜜月 好心你們兩個 兩個老人家的崖子裡幫你照顧寶寶 你們兩個睡得安樂的 他們心甘命底, 怎麼睡得不安樂呢 不如我們現在趕回去看看 可能他們兩個老人已經甘脾力盡了 你看看, 抱著他又靈寫醒神 甚麼病都沒了 回來屋子整個醒了 聞到我幾股嘴, 她就生猛了 那當然了, 現在是聚財屋 寶寶在這裡吃冷又吃得快點 睡覺又睡得香甜點, 是不是 唐姑娘, 你脫爛了 我說你今晚睡覺, 香甜點就真的 媽, 剛才你沒吃飯, 你吃碗麵吧 是 媽媽, 如果孫子都飽了, 不吃了 我吃碗麵, 來, 讓我抱… 你行不行 不行, 別這麼多吃, 讓別人抱我 來… 你別哭…我才行, 讓他哭吧 讓表哥來… 不行, 保住了 童姓, 傷了他 你…你不認識 謝謝… 阿財, 阿財 是在加拿大大回來的 阿財, 你怎麼這麼沒人性的 你怕丟下兒子不管就走了 阿財, 是你藏了他 不是我丟下不理 你也不用走得這麼快 現在那邊天寒地凍 兒子怎麼能守得住 你不要飛這麼快 你是不是… 快去吧, 先 Background 躲住寶寶寶寶 Del 你這臭小子 不是蓉姨蓉大的嗎 是呀, 別罵大我們的 阿倩, 你是最好的人了 你蓉大了阿凱 又供了好的兒子去英國讀醫 現在就快要讀完了 那你現在就可以蓉這個外生了 阿嘉, 你的聖旨下得這麼快 是呀, 不接不得了 這麼多人, 隨便一個就蓉子 也蓉大他吧 照樣是呀, 老爸, 不過糟了這個寶寶 不肯跟我們抱親也哭 那這個寶寶就是屬於公公婆婆 直到永遠阿門了 我先回房子了 我要給阿健仔, 早晚這麼多位 老婆, 我洗澡了 乾杯, 乾杯, 乾杯 賴屎 你快點給我換片子 我不熟悉的, 只會弄得我周身屎 現在我們不肯不是周身屎了 賊小冰, 不可以心軟的 你一心軟就會前功盡廢的了 是呀, 但是他們幾十歲的人 生了半夜都騰來騰去, 很可憐的 他們已經熬了幾晚通宵 可能明天就會熬著, 就會投降 如果現在伸出援手 他們就會大安主義 更加不肯把寶寶交給阿財 是呀, 但是他們睡不著 我又怎麼睡得安心呢 熬了今晚吧 等他們精力好盡, 他們就會投降的了 鐵石心腸也要做一次, 睡吧 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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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抱死他嗎 讓我抱一抱, 你去睡吧 你先去睡兩小時, 待會再不接下場 我也叫你不要搖慣她 你不搖她, 她就不肯睡了 真乖乖 你以為我想搖她嗎 是你自己抱慣她 你大早她一聲就馬上抱起了 現在她得寸進尺了 最好她是大個小得得寸進尺 讀書就最好了 大個小, 千萬不要像善他們這樣 鐵石心腸 你不用指望他們來幫你找孫子 希望我的孫子乖乖地睡吧 老婆, 吃得了 安仔, 吃早餐了 真是 正是個皇帝兒 老爸, 我是乞丐 裡面那個是金玻璃 你亂說 是呀, 叫公公婆出來吃 別管, 他們昨晚抽寶寶肯定很燥 我免得一早被人罵 對了, 阿善, 話說回來 今天早上都聽不到有甚麼聲音 會不會有事呢 不會吧 不如去看看吧 來, 阿善 不要吵寶寶寶 家, 你不要死定了 不如我打電話給阿財和阿如 把寶寶帶回去吧 甚麼死定了, 不怕 我和你爸爸搞得了 家, 放在籃子裡 老爸的臉色這麼紅 老爸發燒 發燒 怪不得他半夜三家母子起來 來接我下半場 怎麼樣, 為娘友你怎麼樣 輪到我滿家了 你們快去看他, 看醫生吧 不用了, 我吃點退燒藥就行了 不用了, 我們扶他過蓉兒這房間休息一下 不, 我要跟家兵見錯見, 把錢全都定了 你已經生病了, 還臭甚麼?去吧 你把錢全都給他寶寶更糟了 老公, 養好傷再作錢 是呀... 那你努力支持大局吧 行了, 你放心吧 我平時吃這麼多好東西, 我身子好 我受不了了 是 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在蹲水飯房 就臭你了 逛街, 唱曲, 打麻將 全部都沒有我的份了 打麻將呢, 我一定是你那份的 我一定給你機會上訴 看一看 還沒打完, 怎麼知道誰贏了 你們經常拿我們來做陪葬 媽媽, 你很想念弟弟 我都不明白 為甚麼你們還有心情打法 我也想念寶寶 就像你姑媽說的 忍一時之氣就風平浪靜 維維, 你很快就可以見弟弟了 爺爺已經熬不住了 媽媽一個人不熬得多久 我去開 十成十, 借工送外賣 不准停, 不准停 一邊打一邊吃, 不用浪費時間了 你呀 凡你聽到麻將聲的地方 就一定看你在這裡打牌 整天掛著賭錢, 不用看當 大老炳, 我先把你的當胎 今早有幾條水血游過來 是呀, 我拋了生牛了, 割到他們一頸血 有沒有搞錯 你古肉餅是賣古肉的, 不是賣生牛的 姐夫, 你講道理回家再說 他現在在發達的 來… 你們聽著, 打四圈就好了 阿嘉一個人抽了一個寶寶 不知道能否撐得住 你少擔心, 阿嘉這麼精壯 二十四圈還沒怕過 打吧, 到誰 阿嘉, 我不行了, 我受不了 好… 你看看你, 病了還好 不用這麼辛苦, 真的 可以下台了 來… 我看你的臉色好像好一點 眼睛也有一點神 鬼呀, 我找了二十四小時 好遲了, 你的臉色又差很多 再這樣熬下去 我真是怕我會吐不醒 傻了, 你捨得我還捨得一顆孫子嗎 香港人你幾次聽過 說臭小子, 臭死人 我真是不明白 為甚麼那顆孫子會這麼好精力 二十四小時都不睡 以前照顧阿倩他們 真是吃完就睡得很容易照顧 現在的奶粉營養得厲害 弟弟每個都精力有靜 我一輩子這麼浪禮 這次都被這顆孫子弄得全伏了 說又說 阿財兩姑母怎麼照顧我們的香爐等 我看那些都市行程的專家說 說弟弟應該在自己父母身邊 這樣才會正常一點 那倒是呀, 有父母照顧 比較健康 說起來, 我們會不會過分一點呢 說就說吧, 現在這麼多人都移民 他們又沒有說不回來的 阿財還說一年回來兩次探望我們 還說寄的龍影帶回來給我們看 那你還有甚麼要求呢 做人應該是枝粥的 是, 枝粥上落嘛 那個粥給你們吃碗粥, 吃了我的碗粥 幹甚麼, 阿丙 沒有, 我見家他們熬了四個通宵 我去看看他們有沒有留下 我和你一起去 老婆 你這個房間變得馬曹, 姓英也在 是呀 這兩張紙 原必歸才華, 這樣也行嗎 他們投降了 你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賴喬呢 寶寶 子豐 是不是太濕了, 濕了 濕了 是呀 我們很久都沒有像過 三家半夜起床照寶寶吧 是呀 想想以前, 阿福小時候 突然有晚發高燒 你們和蓉姨抱著他去看急症 搞得我一個人在家裡照著大小媽 抱一個, 背一個, 餓死了 以前打孖一起照, 真是挺辛苦的 是呀 幸好那時候二十多歲才能熬得好 爸爸媽媽, 早 早安 早安 我先打個電話給阿財 大哥, 十元 你怎麼知道寶寶已經脫離魔罩了 是呀 我今天早上聽了婆婆在房子裡 慢慢扯鼻寒 就知道他扯白旗投降了 你們兩個人 照理你們沒那麼好死 做早餐的 沒錯呀 是我做的 豉油黃炒麵, 對不對 對呀 今天早上一早 唐姑娘來煮飯洗衣服 還有蓉姨那份 阿姿, 你不是又才做錯的事吧 你不要這樣看我了 我這次是無條件付出的 我猜到你昨晚跟大嫂 唯一照個寶寶沒有搞好睡 那我今天就早點上來幫忙做早餐 是呀,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老伯, 老伯, 老伯 聞到很香的鹹魚頭煮豆腐湯的味道 早就煮了湯嗎 不是我, 是我煮的 真是適合了 熬了幾晚通宵 那些虛火不斷上升 鹹魚頭就最降火了 那我把一碗熱的給你了 謝謝 老爸, 你沒事了吧 我睡了就沒事了 讓我看看BBC 好, 睡了就別吵他了 公公見過鬼還怕黑嗎 把球打出這麼熱, 拿回弗球拳 這個孩子不是球 球感, 之前公公婆婆 當她是球感, 踢來踢去的 對了, 阿嘉, 我們已經打了電話去加拿大 叫阿財馬上趕回來 還約了他在機場餐廳見面 去你的頭 去你的頭 你不用開店 你想幹什麼大省一個人 談魚頭湯 來, 謝謝 阿嘉, 趕快喝完酒 是啊 怎麼這麼急, 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你以為在這裡坐的士幾個字 就到了嗎 是啊 真的 阿財搭哪班飛機的 還沒到呢 是呀, 她說了給我們聽 但總是記不到了 不過你應該快到了 隧道塞車, 怎麼這麼快到呢 我們是坐東隧那條路的 阿嘉, 你們都知道了 阿財是我生的 端古她也不會這樣 扔下兒子不理會就飛了去的 不過我們演戲就演傳統 免得這麼早就踢爆你們 天地相應, 真是證明 小丁哭了 你看, 你看, 你看 阿財搭… 阿財搭也不肯嗎 真是一晚不見你 你就不跟著了, 翻臉 讓我嘗嘗 她跟誰睡就認誰了 弄得瘋身大膏藥 太濕了 快點快換片吧, 說得很不舒服 我幫你吧, 讓我順便去洗手間 大嫂, 你去不去? 裡面很高檔, 去也去得唱快點 我收洗手間 她要去廁所, 要給十元 那倒是吧, 十元一督了 你以為是人也能餓得起嗎 很厲害 等一下… 很痛… 我沒有時間了 好, 叔叔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為甚麼寶寶換片換這麼久 米露進廁所看看 來了… 姑姑, 阿財 阿財 好, 等姐姐抱抱你吧, 弟弟 姐姐只顧著弟弟 好了, 別見 弟弟說你怎麼變了樣子 不是吧 開玩笑的就好, 一共都是便屬 但兩雙� spit的變成單眼神 這麼好啊 看不如跟我同確 知道了 這麼ückt mad 你是倒怪 你怎麼沒有? 你怎麼沒有? 他沒有了, 遲個定的 大姑娘, 我兒子去了哪裡? 為甚麼這樣? 去廁所之前不是這樣的 麻煩你, 麻煩有誰好心 抱個寶寶給我吧 我真的很想念他, 麻煩你們 各位親愛的觀眾 如果你看到那個寶寶 就像那張照片的寶寶 麻煩你打電視台的布料熱線 麻煩你們 沒錯, 如果各位觀眾有見過這位男爺 或是有兩位男子的精神 怎麼說的, 媽媽 對了, 那麼好, 你別那麼傷心 追擊節目很多人看的 我想很快就會有寶寶的消息了 其實我們也不用這麼害怕 起碼我們也沒有吃虧 我們就把她的寶寶回來做人質 對了, 不見了那個橙子 就把她刺掉了 像蓉姨一樣, 把海哥回來養 養著養著就多孝順 你們兩個傻的 現在我們是不見了這個香爐等 不過這個人一定是小孩子 是不是發瘋了 要不然這個女兒來換別人的兒子 說回來, 香爐等始終值錢一點 那子豐不是被人拐了嗎 那怎麼辦呢, 老公 那你就不要自己嚇自己 照我們補回來的那個寶寶女兒看 她的衣著多乾鮮 手腳都大了, 今年的手額這樣 應該家人很疼她 不像是希英 不過如果不是希英 她的鳳會應該會找她的 現在過了一整天了 可是連陰性都沒有 過了整天那個寶寶寶也應該換 VISTA 那我給那個寶寶寶寶寶 現時 SERIO 那個寶寶多了一點 寶寶女兒不應該多的事了嗎 豆腐仔, 你仔細想清楚 你有沒有給人殺氣 或欠人錢, 人家弄捕你 老公, 你真的有沒有得罪人 沒有, 最近一定是臭兒子 搞移民的事 哪有時間得罪人 得罪都是家人 阿嘉 老爺, 奶奶... 麻煩你們不要臨床再玩我了 我最想答應你們 我們不去移民 你把錢給我, 麻煩你 老爸, 你不要再玩了, 好不好 沒有, 與我們無關 對了, 阿嘉 你會不會靜靜, 不聲不聲的 你死的, 連你也懷疑我 那我們上次是跟你一起去抱那個孫子 真是玩過來了 那上次我跟你一起玩 是有個抱的嘛 我們是留下了線索的嘛 這次難道看著兒子和媳婦 已經上了電視了 那還玩嗎 難道我們連阿善和阿芝 也玩了一份嗎 沒有 那大姐這回事怎麼這麼疏忽 對呀, 都不明白媽媽 怎麼會放這麼大的烏龍 我認識了你三十多年 都沒試過錯得這麼離譜 就算媽媽看亮眼 沒理由唐姑姑也跟她一起看亮眼 你防人他們兩個不是好談嘛 你都知道 現在兩個好像兩姐妹一樣 看見面子當然會刮不斷 現在刮著刮著大頭髮 把大頭髮弄得這麼可憐 不如這樣, 現在輪到我家, 你坐吧 不用了 坐吧, 坐吧 坐一會兒, 你累了 坐吧 你們兩個還沒走? 你們都等了一整晚了 我們酒樓快要關門了 外面的行客都走了 沒有人進來廁所了 這麼早就要關門了? 你別說我說 其實你們在這裡等 豈不是浪費氣 這個行店已經報警了 不如回家等吧 拜託你閉嘴 你不見他的樣子很不安心嗎 現在不見了那個寶寶 很大責任的 你以為不見了錢包這麼簡單嗎 不見了錢包可以買過 不見了人家的寶寶 我再生三次了 這倒是, 做人父母的 不見了兒女兒 當然會傷心 但是你一味做忘膚石 也是不行的 不如回家和家的人 商量一下就好 要我們兇手回去 他一定會被人砍 大嫂子, 你幹什麼?你別哭了 你別哭了, 就回家了 我不敢回家, 我不見了阿財的兒子 我回家怎麼跟他說 那…你別這麼害怕 不如像剛才廁所的阿嬸說 這些一切都是天意 可能他們跟那個寶寶沒有緣分 這樣說吧 明明是我自己不小心 不見了阿財的兒子 為何要…為何要賴個天 但是我真壞了 我不知道為何這麼孤寒呢 去到廁所了 又為了省了幾塊錢不肯餓 如果我去了餓餓 你看折瓷風 那就不用搞這麼大的事情了 我真是活該 你別再這麼怪自己了 現在不錯也錯了 不如上去, 認句錯 博他們罵少一點吧 不行的 怎麼辦…這次怎麼辦 看你的樣子害怕成這樣 你平時一定是被人罵得少了 不是罵得少, 是從來沒有被人罵過 平時我怎麼會做錯甚麼 被人罵才行 常常是我罵阿福和安仔而已 原來你的案子還沒罵過 難怪我的經驗呢 人家罵我我就當他唱歌 我讓他唱得夠, 罵得夠了 他累了, 自然洩了一道氣 難道他們會不承認你是家人族 你出家門嗎 那你就當老師在你的手冊上 吸一隻小黑豬 就算是死的, 記一次大過 我這麼多年來, 巡規道矩 想不到幾十歲才弄一頓最無可恕的事 在小女兒面前的形象什麼都沒有了 你說我是不是臭了 不臭, 是你自己薄皮而已 像我這些茶餐臉猛高的人 閒事吧 還有沒有剩下 借一本鑑尼查了才想他瘦死了 真是想不到現在這個世界上 還有人這麼有羞恥之心 大嫂, 你不用怕 我現在和你想回家裡 有我在, 沒事的 麻將... 兒子, 怎麼回頭 兒子, 兒子 兒子又傷了 兒子, 兒子又找到了 兒子, 兒子又找到了 兒子、兒子 兒子又找到了 兒子, 你好難的 姐姐, 你怎麼會這麼順盡 見到那個寶寶呢 對不起, 蔡 我對不起你們夫妻 對不起梁嘉莉改祖宗, 是我壞的 你們怎麼懲罰我, 不要留手 我真的很活該 大嫂, 你為甚麼要幫我承認 那個寶寶明是我弄不見了 我漏在廁所被人抱走了 是你弄不見我的寶寶, 是你 這麼多位, 對不起 那個寶寶是我弄不見的 是我不對, 是我錯的 弟弟, 我也說的 我也說的, 大嫂怎麼會這麼囂張 姐姐, 你怎麼會這樣 姐姐, 你幹甚麼 明明是我弄不見的 你為甚麼要幫我承認 哪有關她的事 阿善, 你為甚麼要幫她 我知道你們兩姐妹感情很好 但你不用這樣維護她 不然那時候死貓不是容易接近的 接近了下去會死人的 大姑娘, 不是你做的 你不要硬承認了 你平時做人這麼謹慎 這麼證明 你怎麼會弄不見我的兒子才行 是呀, 媽媽, 你平時大餅都不會跌過 怎麼會跌了個孩子才行 不是呀, 我早就已經批了 一定是你躺著我的了 我說話你也不說話 你也不聽 你說你知不知道是醜的 是呀, 是我錯了 是我不對, 你們罵吧 我現在罵你有甚麼用 我罵了一輩子的孩子出來 阿智, 你為甚麼要幫我承認 你真是呀 大嫂, 英他雪慧應該 我跟你說才對 我甚麼得起呀, 又不用死了 你呀, 本身都是罪狀的了 前一輩子搞我都是大聖堂一輩子 現在又搞出了失去的寶寶, 你說你呀 家, 不是呀, 是我弄不見的 媽媽, 真是太好人了 真是… 嫂子…我真的對不起你 我沒辦法幫你找那個寶寶 不如你看開一點 你們就當是天意 把你們跟那個寶寶沒緣 你又是有頭髮, 你可以生孩子 你生出來, 我幫你戳口免費 我免費幫別人 change 天啊.. 你怎麼樣 你真是… 你怎麼說話 還說你話 那我甚麼事都不說, 那我還好表示 你說甚麼都是假的, 怎麼道歉都是假的 你有誠意, 你拿回來一顆寶寶 讓大家看看 我不要你道歉 我只是要回我兒子 你把他還給他 謝謝 媽, 保護完結了, 可以回家了 兒子, 你來得正好 今次媽媽要犧牲你 阿嫂, 這個是我的兒子 我現在忍痛 把他還給你們娘家 他十歲大了 連本帶來你們有賺的了 媽媽, 發生甚麼事 你別問了, 你長大了就會明白 究竟甚麼事 你媽媽弄不見了我們的寶寶 不是呀, 健仔, 是我壞的 我弄不見了那個寶寶 不關你媽媽的事 阿嫂, 你還幫著他 你羅堂噴霧 你不用幫我媽媽說話了 我媽媽是怎樣的人 我又怎會不知道 你看看, 兒子也認識過他媽媽 你說他知道是醜不知是醜 媽媽, 你的兒子我就不要了 我只要回我的寶寶 拜託你老老實說給我聽 你到底把他弄到哪裡 丟到哪裡 你告訴我 我不知道 謝謝你 你有沒有可能 看見其他人補走了 我沒看見, 甚麼都不知道 你們這麼貪錢 是不是拿出去賣 沒有 你們這麼一個人抓著我 我已經很煩了 你覺得煩?好, 你覺得煩 你不要在我家裡 你弄不見了那個寶寶 還在那裡發瘋 不過不報警抓你 算你偷笑了 阿丙, 你怎麼這麼兇 都說不關他的事了 大嫂, 你任由他了 你任由他罵了 我當他唱歌 當我唱歌? 阿丙, 你走你走 你不要在我家裡 站起來, 站起來 阿丙 你不要趕著走… 你趕著走, 沒人幫我找個寶寶 你不要… 阿丙, 阿丙 阿丙, 阿丙 阿丙, 阿丙 阿丙, 你叫我怎麼相信你 媽媽說的話句句都是真的 那個寶寶不是媽媽弄不見的 是你媽媽很偉大的幫你唐舅母頂罪 看他被人罵而已 其實媽媽有很少機會 這麼難得他要做一次好人 你做兒子的 是不是很應該覺得光榮驕傲 來, 鼓勵媽媽 鼓勵?鼓勵甚麼 鼓勵你說謊, 生鼓掌 阿丙, 你不是說過你小時候讀書 你賣血囚本這天通敲嗎 你哪會這麼好心去幫人 我真是信領他回頭 前面勾勞, 麻煩你 好心著勞, 剛才被叉燒餅頂完 再倒裝被兒子罵到我裡面 難怪人家說好人難做 我以後都不會做好人 師父, 給我一罐汽水 謝謝 謝謝 你怎麼樣, 找到陳絲丹沒有 她說兒子發燒, 病歸了不能來 怎麼搞的 挑起了我們的麻將 跟著說不能來 那些麻將還會咬死人 是呀, 搞不好沒有人 麻將也弄好了 怎麼樣 拜託你們別這麼患 人家兒子病了 當然要留在家裡照顧他 是呀 那我們幾個怎麼辦 現在三缺一, 多大事 是呀 你們只想要一對會打牌的手 是嗎 來… 我想孫子終於回來了 孩子沒事吧 沒事, 沒事 沒事就好了 阿薛, 你可以放心 我要去還神 是呀 現在弟弟才比我還要 又坐飛機 我這麼大, 女兒都沒去過日本 好了 我們三個抱得很累 找人摺著手行不行 阿薛, 你抱一會兒 你喜歡他臭孫 我疼還疼, 你抱著他, 我玩 老爸 現在沒人敢抱的 那你們年輕人 別吵… 姐姐, 你幫幫忙 我以後也不敢抱 寶寶還是跟著你好一點 姐夫 救護士 監製 現在全靠自己, 沒辦法了 坐吧 坐吧 我看怕以後也沒人敢抱我們的兒子 只好辛苦一點 那豈不是很生虎 健仔 寶寶 健仔, 你不用怕 你不要到處去 你在家裡等 我們會上飯飯找他 你放心 叉燒餅 收到, 阿芝不知道去了哪裡 他就是這樣沒來搭殺 我已經說了他很多次了 可是有童姑姐好像被你罵走了 當然了 剛才他硬扯了阿芹的那隻死貓 他現在不找地方躲起來 扣出來, 他怎麼受得了 真想不到唐姑姐這麼偉大 我們真想不到你媽媽 在外面不見了 老公, 你開車去找唐姑姐 好, 我們出去了, 媽 不要了 剛才誰罵人罵得最大聲的 老爸 老爸 是誰趕人罵的 出去了 老爸 叉燒餅 那你知道應該怎麼做了 她知道了, 幸好遇到你 不然我們三拳一都不知道做了什麼好 那倒是, 我們的主婦 不是打打牌也不知道有什麼好做 你說想跟兒子多說幾句吧 他理你也瘋了 多摸他兩胸, 把你扯回頭 不知道多沒人 你兒子很大嗎 大甚麼鬼, 只有那十歲人 不過我訓練得很好的 又獨立又聰明 為了雖然做人太有性格 有原則, 常常不聽我說 九章 芝姐, 你這麼好人 打到下家九章也有 忍住, 你…你稱讚我好人 你沒事吧, 怎麼突然哭得這麼淒涼 是不是我們說錯話 是不是你說錯話 甚麼呀, 甚麼呀 我上了你九章而已 還沒用你包十二章 不是呀, 無關富敗事 我這麼大的樣子 沒有人稱讚過我好人 我好感動呀 四叔 那你的樣子真是冤枉 是呀, 有甚麼心事 不怕說出來 在這裡說是在這裡散 是不是你老公包兒子 是不是你兒子 你兒子 別說他了, 說起他 我連牌子也沒心思打 阿彤 阿彤 別動, 搶鋼, 吃壺 你真厲害 你在哭也看見人家開鋼 不是呀, 我有錢 我一定會開麻將館 速速磅, 沒兩頭磅 沒有 先拿一張牌子 這牌子 沒有, 怎麼這麼難找 有多難, 你看 你那個寶寶被人拿到日本 都能找回 這牌子已經有陰 甚麼 那孩子真的要找回來了 好了, 我心安心了 現在輪到我慶祝 專心打派你 大殺三方 老婆, 走了這麼久 坐下來休息一下 不准休息 剛才你罵人的時候 又不見你口累要休息一下 現在已經這麼晚了 也不知道要去哪裡找他 你放心 阿芝從小到大被人罵慣了 不會做傻事的 來…坐下來休息一下 人家被人罵慣的 所以你就隨便拿他們出氣 喜歡罵就罵了 我哪有拿他們出氣 不過剛才說話大聲了一點 你放心, 阿芝不會跟我計較的 你應該想心一層 阿芝這次是為了你老婆吃死貓 阿芝這個人從小到大都這麼縮骨 誰知道他突然這麼突破 這麼突然害怕 我說他這個人有義氣就是 可能他上次學會寫的醜字之後 整個人都變了 你還說風涼話? 現在我走了 我不管你找神犬拉西 還是城市追擊來幫你 總之你慢慢找 不然你就練好死字怎麼寫 好, 我來 十百… 我想買一瓶汽水 謝謝 你放下錢自己拿吧 我計金錢不夠人超乎你 下次再打過了, 謝謝 那也贏了這麼多錢 阿芝?大嫂? 阿芝, 真不好意思 害得你被叉燒丙罵了一頓 小意思 我都說我一個人一向都被罵慣 我臉皮是口得起枕的 你不用替我, 不好意思 不過阿丙, 他也知道錯了 他知道自己一時火氣太猛 罵錯了你 這個大老丙一向都是這樣的 可能他對著火爐太多 是職業病, 我不怪他 其實我真的要感謝他 要不是他這樣罵我一罵 我就不會再進去麻雀桌上 打氣我贏這麼多錢 你贏了這麼多錢嗎? 你知不知道原來這個環球的主婦 賭錢賭得很大, 你看我 我贏了三千多元 有人 先把錢收起來 還有點害怕, 怎麼辦 他如果只是劫財, 無所謂 我怕他劫色 我也試過 那些男人很喜歡看著人家 跟著人家 是呀, 我去買菜的時候 我也試過 我回去還不敢說 怕叉燒丙拿刀去砍人 怎麼樣, 現在仗也跟過了 怎麼樣 沒辦法了, 我們會出招 我數一二三 不要打… 大老丙 大老丙